哈喽小孩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鱼头姐姐 这期呢鱼头姐姐要继续做DC门啦 现在做DC门还差好多个产松碎片 呃但是现在还是白天 所以就先来做点别的吧 呃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些桃树树苗 正好把它们种一下 把我家这里变成桃树树林 哎呀又想起了在桃圆传的日子呀 嘿嘿 呃就把桃树种在家门口 除了桃树还可以种一些竹子啊 白羊树啊 嘿嘿 等它们长大了以后 我的家肯定会特别的好看 好啦 现在都种好了 接下来就是等它们慢慢长大了 哇塞 快看 太阳也要慢慢的落下来了 夜晚马上就要来了 今天我就要和定性人决斩300回合 现在就等待夜晚的降临 哦 哎 我的白羊树长大了 哇塞 这么快就长大了 看来这是我基本能打圣仗的这个象征 嘿嘿 连白羊树都在给我加油鼓劲呢 加油加油老李 DC让我来咯 哎呀可怕 太可怕了 可怕的不是DC人 可是这么多的怪物就是我打 我再找一个势大力博的BC人啊 哎 就是你了啊 哎呦 你欺负谁呢你啊 蛋蛋有人欺负我 哎呦 不要怕 人家保护你啦 这这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你这次不盖厕所了吗 哎 我去 我想起来了 你俩就是我盖波罗屋时候遇到的那个吧 哎 你们你你你 你们怎么在这呢 你这样的都能来高级生存 我俩咱也能努力往上爬来 嘿呦 喂啥就我这样的 你看我怎么打你们 你 你居然这样对我的女朋友啊 咋子咋的 谁让你俩先说我的 哼 要不是我做DC人 你以为我愿意搭理你们呢 我不给你们计较 我还有大事要做 经过一晚上的奋斗 我现在已经有15个传送碎片了 可是好像还是不太够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鱼豆姐姐一共要收集多少个传送碎片才行吗 快快三方留言呢 最后记得点上关注 爱你摸摸的